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時間過得很快 有到我們壓續一曲了 這支就是 李厚主之去國歸行的長版來的 李厚主 李玉 他是南唐宗主李景的第六個兒子 他平日無心國事 只愛武文農脈 度曲填詞 後來他登基成為後主 他時時想起自己喪妻之痛 和強倫宋國的威脅屈屈不樂 後來他聽了國老陳喬的說話 娶了陳喬的生女小舟後 這個時候李後主想重新振作 可惜他中了宋主的離間計 他以為大將林仁少半變 削去了他的兵權 那林仁少是以死明治 南唐頓失明將 軍心不穩 後來李後主生辰 宮中尚下歡慶 但是宋軍迫近 京城金陵 那小舟後勵勸後主親徵的南唐軍民 撫守金陵幾個月 忠於不敵 城破國亡 那李後主他不想神民再受到戰火的摧殘 人情願是呈寒表入送的 那這一支曲就講到 帝後和隨行的官員 在教方歌女的送別星之中 陰然上路去國歸寒的 这支曲 吴水峰小姐是再次请到 声乐曲艺舍的社长 叶慧芬小姐合唱的 当然还有一班好朋友 饰演为神 歌女 阵容非常鼎盛 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演唱曹斌一个角色 大家一会就知道他是谁 其实李后主虽然他国事不是那么会做 不是一个好的君主 但是他真的是一位很伟大的词人 例如他亡国之后的词是比较 更加有深度 沉屈 很受人 喜欢读他的词 但是他之前在歌舞声评的时候 他作的词也是非常之好的 例如这一曲《玉楼春》 他是为了大周后 阿鹅王而作的 曼庄初鸟鸣鸡雪 春点彬鸥如冠烈 奉烧吹断水云间 重安艺上歌片切 淋风随更飘香舌 醉柏篮干情未切 归时休放竹花红 代搭马蹄清夜月 原来阿鹅王都是一个 弓皮扒通书史善歌舞的人 难怪李后主也都是时时很思念他的 好了 到他亡国了 破阵子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 一唱到这个是主题曲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奉国龙楼年萧汗 玉树勤之作烟罗 几层色干锅 一旦归为神老 审妖潘笨消磨 醉事仓黄池妙日 教方游就别离歌 灰类对公恶 那今天我们在一支曲那里 就能够听到破阵子这一首的词了 好了 现在我们是有请 吴岁冯小姐和叶慧芬师傅 出来合唱一曲的 李后主之去国归航 李后主之来 李后主之来 啊 啊 啊 可乘不费 开灰力 三军高畅 太高烈 啊 啊 臭大王使勇练奉 我将今时 叶啊 其叶啊 賓啊 逃奔啊 共用宋煮之味 冰夏南棠 此日大功告成 还庐登你驾克兽兽百口 職人压返辩京 后子定夺 下一 正式渴退长江千赤浪 好多杨凡早备 顺风阿诚 有支总账官 有 徐安邁 领明 领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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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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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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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爱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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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雲 之上历代兴降援戴天树 皇君亦亡國之光 愛我奈良我卻以世所不容易 博夢生上千步龍頭 忍欲負重 吹痛後悲 寡人失德 才有上天不游 國家有慶福之寶 舉足受諸念之賊 此日不想清晨已成屋中之別 既翻回首 能不知意 俗目天涯 對境難怕 我自愧偷生無以對先王 一時無以謝文慧 我能不 能不痛心欲絕 我能不知意 我能不知意 為何我愛你 你笑也不花你 你笑也不花你 小紫树 別淹 天氣也不花你 你笑也不花你 你笑也不花你 那美人 送了 關了 難破 是春秋 我也盡 卻是在意 在身邊那我 過世後的總 恨有情多意 曲曲千世 千世探望永远 中有何情他仲虧 一都不算 看夢天 永遠人別眠 夜來朱長 經歸年 鮮水貼 夢天 永遠 只看夢愛 苦恨重心 看途路 自離見 人生修行 何美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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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啟情啊 他 他答 他便室定士兵 他内压戒啊 哎呀呀 哎呀呀 故国不堪回收莽 伤心踏上 宋家船 啊 兄弟 哥哥 导党 情况 蔬丁 軍 Christ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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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雨月珍重 雨月珍重啊 雨月珍重